上课一定要有数据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数据下载下来 因为你没有数据 你就不能做数据分析 那数据分析我放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学习这个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 首先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提供的是一个网址 既然我提供是一个网址 所以第一件事呢 我就会点Chrome浏览器 我提供的是一个HTTPS 它是一个超文字连结的网址 谁可以去看得懂网址 当然就是这个浏览器咯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网址 就是我的范例讲义的网址 打在这个网址列 网址列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 YTZ 我特别强调讲一下最后面 这个YTZ 然后R R是要大写 X小写 T要大写 请各位 一定都要打成功 打得慢 没关系 但是我们打成功比较重要 请你先检查一下 如果打成功 才按Enter送出 好 所以请再检查一下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 YTZ R X T R 要大写 X 小写 T 要大写 Enter 就是告诉电脑说 我打好这些字了 接下来你看 这边是不是数据科学 以Tabria为例 然后挖湖 这边我写的是一个什么 通讯数据 如果你要电子讲义 那你就点讲义下载 可是我想先讲完范例下载 你这样子 你到时候你就会 要成品有成品 要讲义有讲义 请点这个范例下载 那我这边有提供一个叫做 Example.rar Example.rar 这个档案请不要直接点档案 要点左上角这个小小的图示 要点左上角这个小小图示 好 那一 麻烦请各位点这个小小的图示 它其实就是下载按钮 你看往下的箭头 是不是下 然后放到这条横线 就是硬碟 对不对 好 下就是Acess 就是存放 存放到这个硬碟 那不就是下载的意思吗 好 来点选这个下载图示 然后来越也设计 了 开载图示 刃